西安女婿因外相访华,北京四肌联英至美算盘难打响,英国外交大臣亨特Jeremy Hunt于7月30日访问中国大陆法新社与一名西安女子相识,直一年即成为中国女婿的英国外相航特Jeremy Hunt港义侯军委今日30日出访中国将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中方高层会晤,重头戏事将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大臣亨特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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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王毅共同主持中英第九次战略对话就双边关系和国际热点问题交换意见一般相信北京将试图透过航特这次访问中国大陆寻求与英合作联手对抗美国对中国设立的贸易制裁但外界分析认为就算是西安女婿恐怕一难扭转 目前对北京不利的局面,中共外交部上周一干扬中英关系发展良好认为杭特上任不到一个月就访问北京,反映英方高度重视中英关系发展 相信杭特此行将增进两国政治互信,希望英方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承认理事国,向外发表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讯息 由此可见中方期望连英至美地部署显而易见,但之后英国接着发表国家安全与投资白皮书 建议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强审查外企对英资敏感行业的并购交易,不仅扩大交易审查范围也降低政府介入门槛白皮书 并建议,一旦收购或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风险鼓励企业负责人向政府,承霸若企业未能遵守有关披露 规定企业负责人不仅可能面临刑事检控,政府也可能叫停存在国安风险的交易 纽约时报的分析指英方计划是冲着中资而来,做法和美国、加拿大、澳洲和欧洲等主要经济体看齐 中共外交部同日对英国的白皮书发炮还击,促请英方客观,看待企业正常商业行为 本着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为外国企业在英国开展投资活动,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 提醒英方应向外发出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讯息 促请英方以实际行动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 以实际行动来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 杭特除了要应对中国的所谓反贸易保护主义之外,本身也身负多个重任 在中国为期四天的访问,恐怕要被煞周章 首先英国人权组织香港观察Hong Kong Watch五名创会成员 包括曾在香港主权移交前夕,在保守党政府担任外相的聂伟静 Malcolm Rifkin向航特发公开信,希望他再访问中国大陆 时蒙提及香港的问题,公开信指香港的人权言论自由 正受到多方面冲突,包括铜锣湾书店五名股东及店员被掳走 大学学者被解雇,民主派示威者被求 民主派被撤议员和参选立法会的资格至上周又有政党 因被指构成国家安全威胁而面临被取缔同样 逼香港的司法制度同样饱受压力 北京当局日渐频繁行使司法权利,会牺牲香港的法治 此外,英国每日邮报网站报道 英国服装具体Next前高层辛普森,Marco Simpson去年在上海被杀 死者分居妻子傅薇薇,被判求终身 但两人子女抚养权,仍然未决 女方家属被指要求男方家属交出6万磅,才肯放手辛普森父母 于是求助杭特,杭特拒报答应出手承诺 向中方官员提及此事不过 傅薇薇代表律师却指辛普森父母无权申请抚养权 也指孩子抚养权争议是法律问题,不设外交失误 英国外交部拒绝评论,杭特会否出手 相助置于杭特的妻子的身份,目前依然是个谜杭特曾经说过 我决心把他保护起来,不让他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中 杭特妻子来自西埃背景极为神秘 杭特仅公开妻子的英文姓名Lusha Guo 但他的中文姓名却慧莫如深 杭特2008年,出席英国华为大学一个活动小语 比他年轻足足11年的Lusha两人一见钟情杭特当机立断 当场索取对方的电邮 他后来邀请对方和双亲见面两人 在他父母的寓所附近散布杭特把握机会求婚 他们俩之后更非往西挨杭特 正是向女方家长提亲两人,并以中式传统婚礼成亲 不过两人一年宣布订婚 英国媒体刊登两人合照单,杭特拒绝披露未婚妻的中文姓名 两人结婚近十年,育有一子两女 中文字幕组合 杭特拒绝抗